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委员长家吃啥呀 也就是这个吧 就这水平 对吧 老爷 这两年玩为玩麻将 六爷啊 不瞒你说 从达你走以后 这二年麻将几乎有记忆 没有对手关键 嗯 你说对了 咱们聊成除了我 剩下能输给你点钱的也就张远堂 哎呀 六爷 你瞧你说的话说的 但不过 现在想找张远堂打麻将 就得到牢里去打了 哎 我知道的 不过张远堂 你们给定成汉奸 直接抓起来了 现在条件成熟吗 哎呀 六爷啊 咱们哪说哪了 这可绝对是机密 哎 你们先下去 是 老爷 六爷啊 要不我也先下去吧 东梅 你这不就外子了吗 你瞎着干啥 我跟六爷说的事 六爷知道的事你能不知道吗 啊 你这不就外道了吗 你忙你的 哎 哎 六爷啊 嗯 据说这个张远堂啊 他有通共的嫌疑 呃 特别是联系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一直想抓的这人 又抓不到的 白雪 白雪是什么人 哎呀 我告诉你六爷 白雪这人可太厉害了 相当神通 他潜伏流程 为共同办事 就这么多年 我不瞒你说 就连我 包括在内 我都没看过他长得啥样 不知道他是男的 是女的 我们全都不知道 据听说张远堂 跟他可能见过年 所以我才把张远堂 压进牢里 我就想从他嘴里头 把白雪挖住 看见了 你们就为了抓个共长白雪 就污蔑了一个好人 打成汉奸 给抓进牢里 天天遭罪 你等于草菌人命吗 不不 六爷 我告诉你 如果张远堂 他要是输出白雪 我立马就把他放了 但是我跟你说 哎呀 这家嘴才硬 你他啥也不说呀你 行行行行 行了 抓抓抓 抓啥抓呀 家里抓我都抓 还得喊正事 喊什么正事 哪有那些正事 抓抓抓 还不如抓了老牌的 都没会玩不 会一点点 六爷真 玩两个马 老爷玩吗 那个六爷你要有雅心 我就陪你 带钱呗 这你不用管 我肯定不带实账 我先给你盯上 不用 我一个电话 马上给我送钱 好好好 那早上玩一下 来早上玩一下 好 那抓走了 慢点 啊 把毛巾的实验怎么办 也不知道今天 我估计手气能挺好 您俩不许打火啊 那你放心 咱不再干这事 您出门先生 走 来 来 您上车 您去哪儿 去哪儿 去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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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你的门啦 你高门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和光怎么打招呼 咱们最黑的地方见 你稍等一下 把他给我轰出去 告诉你啊 别想收我的保护费 你亲眼看到长相被保护费 还没等钱交到日成成长的伙计首领堂 是 许总 我亲眼看见他 许总 我刚敢听 日成成长就是张彦堂和白雪的连个弟弟 你看 我带人满地方潮了 行不行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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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草惊蛇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吧 做啊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的就是 钓白雪这条大鱼 你现在好朋友把杆甩下去了 鱼儿丢进去了 鱼还没过来呢 你别阿姬你就急着收杆了 鱼就吓跑了 明白吗 来 沉住气 这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大姐 有零钱吧 我那边买东西找不开了 可以 换给你 这是日生浅妆 眼镜王刚刚送过来的 说是张远堂的儿子张相伟拿过来的 这铜钱是张远堂叫咱们撤离的信号 赵会长 山里的兄弟们已经和小日本苦战数月了 现在急需物资支援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能为抗日记忆奋力 是我张老的用心 富汤到货 在所不辞 嗯 如果这件事情出什么意外 需要撤离 你就带这半枚铜钱 派人到日生钱庄 每月的初十和二十 那儿都有我的线人 他会与你接头 街头的暗雨是 光和光怎么打招呼 下一句是 我们最黑的地方见 我记住了 嗯 张会长 我白雪替中国千千万万的看日同胞们 谢谢你 想不到张远堂为人如此厚大 自己身处险境 还惦记着白雪的安慰 所以说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 不行 现在反面风声太急 我们又刚刚在金六爷家潜伏起来 如果动作太大 会暴露我们身份的 可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严谨王说 张相北早上出来的时候 被人跟踪了 好像是杨世亮的手下 看来 日生钱庄暴露了 我们用不用通知他们撤离 先不用 不管是杨世亮还是袁挺祥 他们的目标都是白雪 一定不会在白雪还没出现的时候 就突袭日生钱庄 打草精神 如果说 你在白雪出现之前 你把日生钱庄这个联络点给断了 那么这条线索 它就会断了 是 属下现在还没想明白的是 张远堂递出去那半枚铜钱 他到底是希望白雪来救他 还是向白雪施井 咱们不管他是求救 还是是让他撤退 这都无所谓 关键他不管是怎么做 白雪肯定会有动作 是吧 那么他一有动作 我们就会发现 是 还是市场分析最准确 我 哎 甭管咱是不是帮杨师亮 只要是跟虎家三兄弟对着干 我没意见 铁子 这不是那么回事 你想啊 杨师亮现在找咱们收拾虎家兄弟 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找别人收拾咱们 唉 不用担心那么多 杨师亮要跟咱对着干 咱给弄他 都不是吃素的 还怕他呀 得嘞 这棵几个都是暴脾气 我也不废话 这杨师亮呢 要求咱们调查虎家兄弟手上那批人参 我和向北呢想了个办法 想在虎家兄弟身边 安排一个咱们自己的人 先弄清楚这批人参在哪 然后再来个理应外合 把人参给弄出来 找谁呀 李明的弟弟 李雷雷 我让日升前庄的同志们打听了 张远堂的儿子张向北 最近和杨师亮来往得非常密切 我想一定是为了救他爸 不得已而为之吧 唉 这些退伍军人哪 血性倒是有 就是缺少城府 成了杨师亮手里的枪了 这么说来 张向北是被杨师亮蒙在鼓里了 那张向北给咱们送铜钱 也是杨师亮和元典祥设计的一个圈套 想放长线钓大鱼 我想是这样的 你准备怎么办 将计就计 他们做好了锅 就等着把咱们当原材料往锅里放了 那咱们也别让他们等太久 要不然锅该糊了 杨欢同学 进来 校长 您找我有事 杨欢 您快毕业了吧 甚至该实习了 从入学到现在呢 你一直品学兼有 教过你的老师 对你的评价都很好 经学校研究决定呢 派你和其他三名同学到省城的红十字医院实习 你有意见吗 真的 太好了 能去红十字医院实习是我梦寐以求的 谢谢校长 实习呢要三个月 后天出发 你回家呀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提前做好准备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 行 喂 杨举座 事情已办妥 令千金后天出发去沈阳 是是是是 忙进来 忙进去 把他插那个柱子插完去 那柱子 抬脚 没吃饭呢 这 抬脚 大哥 这咬太能嘚发了 我要飞着都 谁你都想飞 你早晚上也把你飞了 大哥 你说这帮兵匹 天哪在这晃来晃去的 这时间长得也不是事啊 让他们晃了 放着人不作非得当狗 谁有办法 眼下最重要的是 把白杨这样这几人生 很年糟的 我们在夜场梦对 大哥说完你听着没 说好了 说啥了 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学校派我去沈阳医院实习三个月 到沈阳医院去实习三个月啊 好事哦 好事好事 这样你就可以去外头透透气啊 换一换学习环境啊 找一找见识啊 好事好事好事 可是这么一来的话 我就得有三个月见不着我宝贝女儿了 哎呀 你要是想我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呗 电话里头只听不到声 见不到人 心里头更难受 那我就没办法了 你临走前多带上点什么试着用的 我怕你路上受委屈 知道了爹 很重要 爹 爹 我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这么神秘啊 张相被他爹 真的是汉奸哪 嫌疑很大 但是 究竟是不是 我不能往下定论 得看省里头下结论 花儿 我啰嗦几句 你别嫌我烦了 你是个小女孩 你年纪不大 你不知道人心的事故 有的人可能靠跟你当朋友 当幌子 其实他要利用你 你明白吗 爹 我倒觉得 张相被 对我没有什么企图 他都认识您 他能利用我什么呀 我看您啊 就是不想让我跟他交朋友 也不是 也不是 你说他父亲 到底是有汉奸的嫌疑 现在还没弄清楚呢 那你是我女儿 你说你跟一个汉奸的儿子 做朋友 这话一传出去就是 风言风语 这年头人多口杂 你说是不是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就觉得 张相北是好人 他最近惹了不少麻烦 反正我确定 少跟他来往就对了 你不让我跟他联系 那你不跟他也走得挺近的吗 你不还请他来家里吃饭了吗 我请他是因为我跟他爸爸张远堂是有点交情的人吗 那么他儿子跟虎家三兄弟起了冲突了 你说我能不出面替他们摆兵摆兵吗 唉 мод 爹刚才说这些话都是做父亲的一片心 都是为你好 知人知面 不知心那现在 你是我掌上明珠 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跟委屈 你明白不明白 知道了 爹 放心吧 反正我明天就要去省城了 这件事你也不用担心了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哪里 哪里 马拉松 快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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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咱赌场 是吗 里边是立台 现在正打着呢 走啊 他们在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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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在身上什么情况 快查一下我跳 我怎么加油是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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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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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好 好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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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李烈兄弟到了 三虎哥 三虎哥 谁介绍你来这打拳的呀 三麻子介绍的 三麻子介绍的 都是挨打的份 你今天可是个例外啊 家还有什么人呢 家里救我和我娘 日子过得挺紧的 工夫谁叫你的 我爹叫他 不过他早就死了 这么能倒 前几天我咋没看出来呢 那是因为三麻子告诉我 在立台上挨打的越多 挣的也就越多 他妈呢 三麻子体太黑了 回扣全让他吃了 那你今天怎么还手呢 因为上立台之前 三麻子恨我说 让我输给那个俄国人 他会多给我一些钱 给我娘看病 可是当我站在立台上的时候 我改变主意了 因为这场拳赛 我代表的是中国人 中国的武术 所以绝对不能输给那个俄国人 好 输得太好了 你小的有种 为咱们中国人 争脸 这也得像我 行了 还像你 以后跟着我干嘛 我看你是个人才 大虎哥 我娘身体有病 一直要靠我照顾 现在除了打拳 我每天就得在我娘身边伺候着 光打拳能挣几个钱 你拿什么销子你赢了 我这件事又不多 有事你就来 没事回家照顾你娘 钱也不少给 大虎哥亏待不了你 回去收收东西 快点 还不快 谢谢我 大哥 谢谢大虎哥 谢谢三虎 去吧 去吧 大哥 你让他跟咱们干 管家咱们不知道他什么来头 哎呀 三虎 哎呀三虎 你行啊大有掌劲呢 他就什么来路还能咋的呀 那不过就是个炮灰 就是咱手中的一个旗子 啊我是明白了 你是在利用他 你小子可越来越聪明了 是大哥教育方 不过这个小子 做一口娘又一口娘的 我真怕他以后活着真好事 好 去吧 好 等等吧 兄弟 今天晚上这场拳 打得简直是太精神了 没错 那得感谢你和汪铁哥的指点 还有你教我说的那些话 国家兄弟才能这么信任我 雷子 下一步 你就查一查那人参的下落 哎 为了避免打草青蛇 以后咱们暂时少见面 不过 建北哥 我天天跟在虎家人的身边 他们难免会让我做一些 为非作歹的事 到时候 我咋办 兄弟 尺度呢 那 你自己掌握着的 嗯 我也兄弟吧 妹子 没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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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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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北哥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辽城去沈阳了 原本想来与你告别 却终作罢 我不知道在你心中 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 我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跟你说 可落笔时 我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等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吧 这段时间你经历的一切 让我很心疼 希望你能坚持住 把遇到的困难都挺过去 保重好自己 再见 杨欢 张会长 许久未见 别来无恙 盼与您一句 今晚二哥 五连镇镇口 我等你 白雪 进 进 报告局长 有个叫张向北的人找您 向北来了 你怎么来了 那批人生找着了 还没有 杨局长 我今天来找您 是有一件关于我爹的事 跟你说一下 有个叫白雪的 约我爹今天晚上在五连镇见面 谢谢你 带来没有 给我看看 带来 带来 杨局长 我不相信我爹跟这白雪有关系 我爹肯定是被冤枉的 我也不信 可是向北 这个叫白雪的人 他是同日的汉奸 我们抓他抓了好几年了 你父亲如果跟这种人扯上关系 这个 我恐怕他很难洗脱罪责 不可能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误会 要知道是什么原因误会 我今晚派人抓这白雪去 好歹要知道一下 事情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你父亲就是被他蒙在鼓里的一颗妻子 错位当成罕见了 我是绝对相信张会长的为人 他不可能做出这种通敌叛国的事 杨局长 杨局长 你一定得帮帮我爹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这个忙 你放心 有信心搁在我这儿安全 你先回家 行 等我消息 记住 这事别跟任何人说 好 也不要跟自个儿家人跟你那些哥们说 你放心吧 嗯 那我先怎么样 这边去吧 这个白雪脑子是没有问题啊 他明知道张远棠 让我们给抓了 怎么还要和他见面 是啊 这也是属下 现在不明白的地方 您说这白雪 他应该是个 神通广大的人呢 他怎么会不知道 张远棠现在的处境呢 哎呀 我明白了 这就是白雪的高明之处 他是知道张远棠 在牢里头 而且又知道咱们城里头 有多少警察会兵 是吧 如果他要来救张远棠的话 那肯定是送死的 哎呀 这白雪啊 连我的思路都猜到了 他呢 肯定认为 我看到这封信以后 这个时候 抓白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肯定会把张远棠送到我面镇 其实呢 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说 只要能把张远棠 从监狱里带出来 带到武连镇 他营救张远棠的机会 就会打造 他 他这是摊牌啊 市长 就是说今晚 他跟 跟咱们想硬干一场 不是咱们逮着他 就是他救了张远棠 对了 这次白雪为了营救张远棠 还自己都堵上了 那 咱们就只有冒冒险了吗 这不叫冒险 这叫将计就计 是 我命令 是 今天晚上 你带张远棠到武连镇 是 市长 您这思路真是太精彩 精彩个屁呀 精彩得很自然 你去吧 走 请 我连镇所有的镇口 都派人把守吧 你坐 都很严密 但是我们精力有限 那边什么差人 这小子怎么来了 他不能来啊 咱们就拦他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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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你们抓白雪啊 这样你能尽早的帮我这些轻软 不是跟你说我让你在家等消息 你赶紧回去 你会打仗 你不会抓人 这是我们警察的事 回去 别添乱啊 杨局长 我求求你就让我留下来吧 今天这事我跟谁都没说 是我自己来的 我只想为我爹能做点什么 我求你了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 怎么那么多 杨局长 我求求你了 你要想留下也行 但是你要听我调牌啊 没问题 那你就到镇美那个 那个入口去帮我守着去 好 小心点 放心吧 也许有帮助吧 杜梅 你有吗 我特意跑过来告诉你 今晚饭太闲了 明白 今天晚上饭做得太闲了 今天晚上饭做得太闲了 好 我来看看我们家少爷的衣服 改没改好 你家少爷改的是上衣还是裤子啊 他改的是袖子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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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还有吗 马上看不上衣 没事 出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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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三楼 做不 我们可以来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